尼泊尔发生地震后 慈激跨国救援 当初运载救援物资的货柜箱 如今也将继续发挥功能 由慈激雪龙分会执行长 检辞录代表移交五个货柜箱钥匙给当地警方 基本上我们想用击货柜物资 我们有击货柜物资 因为这张货柜是在这边不容易找到 所以刚好自己以前在大地震的时候 又带过来货柜在这边 刚好现在又空 所以他们刚好很需要 在这之前 击难救援物资都是存放在临时帐篷 这一趟行程 自己职工还前往潘达孤儿院勘察 从首都加德满都开车 需要两个小时才能到达 这里收留的都是贫穷及单亲的孤儿 三年前疫症发生时 自己开始互动关怀 我们有25个小孩 我们有17个小孩 我们有45个小孩 虽然经费有限 院内设备简陋 部分孩子甚至需要两人同睡一张床 但孩子的教育却不能满 每个小孩都需要学习 每个小孩都需要 尤其是在这个 modern world 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强症发生后 此际持续关怀 尼泊尔 期许能够为偏乡孩子教育 带来曙光 待新闻真善美之工 谢英凤 黄俱成 尼泊尔报导 与泊尔报导 参担美之工 参担美之工 这里的家庭 很多年参照 有限